其實我來極光是已經八九年了 可是還是沒有很長進 真的 所以要我來分享的話 其實在學佛這個過程中 每個人都會有障礙出來 然後在走的時候也都會很辛苦 然後包括我是真的不例外 然後我來講一講 我這幾年的感覺感受 我這幾年給我的很多禁給我 然後也都是蠻辛苦的禁來讓我成長 應該說是讓我成長的 然後我最後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說 我接受它 之前任何的禁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你就是怎樣子 才會這個樣子才會怎麼樣 可是我現在是接受它 當我接受它之後呢 我的心境就鬆了 就軟了 而且你軟了之後呢 其實你後續就有很多很多那個 不同的方式可以去解決這件事情 然後有很多的面向很自然就會跑出來 所以第一個應該是我接受了 我就不執著了嘛 然後我不執著了 我如果不執著了 我心可能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也不會起那麼多的煩惱 然後讓我那麼的不好受 那以這個隨佛的過程吃素來講的話 其實我吃素的過程 我覺得我吃素是非常非常的沒有障礙的 然後我記得是八九年前 八九年前的話 我們是尋生父母教育學會來 我們有地藏經研討會 然後我們有一次是來跟師父請法 請法之後呢 我回去就跟我女兒說 我從今天開始吃素了 然後我女兒就跟他說 好啊 那我就跟你吃素 反正我也不愛吃肉 然後我又跟我兒子說 我從今天開始吃素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吃 然後他就跟我說 吃素喔 啊 我才十幾歲你就叫我吃素 然後我想說 嗯 也對 然後我想說 他就跟我講說 你四十幾歲了呢 你四十幾歲你才吃素的而已呢 你有吃過很多很多好吃的東西 都吃過了啊 然後我才十幾歲 而且我有好多好多很多好吃的東西 都還沒吃過啊 然後我想想也對啊 我也才四十幾歲才 才下定決心要吃素的 然後我就說好 那你覺得 可是我現在開始就會煮素食的 他說 他說好 那你們煮什麼我就跟著吃什麼 然後可是我出去外面的話 你不能限制我 我說好 然後我說好 那可是我還是希望 你們都可以吃素這樣子 然後他就想好 那我 我 我試試看 他說可是我沒有勉強他 可是他 兩個月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好了媽 那我跟你們一起吃素啦 你們煮什麼我就吃什麼 我去外面也 也不吃那個昏的了啦 然後這兩個月 我覺得這兩個月的變化呢 是因為 我對他們訴求的是 那個慈悲這兩個字 然後因為為什麼我會吃素 我也來 我也是 我為什麼會下定決心吃素呢 也是因為我來到師父的會客室 師父他講的 我們 來學佛 就是學佛 佛善的智慧跟慈悲 然後吃素這基本的原則 我們都沒有做到的話 我們那個慈悲哪裡可以生得起 所以我回家想一想 確實是 真的是這個樣子沒有錯 所以他們兩個 我一直訴求 就是慈悲這兩個字 不忍眾生苦這件事情 然後加上那時候好像 那時候他們 我們剛才吃素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慈濟有一場 好幾場很大的那個 那個舞台 是慈悲上面水灿那個 然後一直在講 吃素 然後殺生的這個 所以他們 他們也有看一些 所以他們 決定吃素 是真的是不忍眾生的苦 而來吃素的 所以我發現 如果以這個來講的話 他們的退的道心 吃素這個心 比較不容易被打退 然後呢 那我先生呢 同樣以這個訴求呢 沒有用 他真的沒有用 他就跟我說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我說 OK 好 那就這樣 可是呢 我覺得 我覺得 我當時還不能接受 我就說 好 你有得難得 人家吃 人家吃 先生一講 就跟著吃素了 那你啊 我講啊 然後我用心要弄給你吃 你還說 你就知道我不會吃這個 他還是會有很多的障礙在 還是會有很多 然後 然後 然後他 他就一樣 他每次 遇到困難 然後或者我公公婆婆生病啊 家裡亂七八糟的時候 我還是 跟他說 那要不要來吃素 試試看 可是呢 他還是同意那一句話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然後 好 然後我是真的 真的從這幾年 我就學會了 接受他 接受他現在這個 這個想法 接受他現在這個心境 我接受他之後 反而我鬆了 我 我不會再對他有很大的要求 說一定要怎麼樣 反而我鬆了之後 他 反而有點緊了 然後呢 所以 他還跟我講說 就是到最後 我婆婆往生的時候 他還願意餵他吃了49天的素 然後現在呢 還可以 他還跟我講說 好不好啦 我現在吃 早知道 早知道 對啊 然後呢 其實他 他們還不清楚 他們還不清楚是吃蛋 這個也算是殺生 所以我跟他講說 欸 你吃渣渣 你有吃人的 那不算吃熟呢 他說人家算 我說那當然算 我說 我說 你如果要為著 你的孩子好 要為著大家好 你吃人的孩子 但也是人家的孩子 你才會好 你的孩子才會好 你的身體才會好 然後呢 我跟你講我只會講這樣子 接下來我就不講了 我真的都不講 因為講太多的話 他們就會 就會起反感 然後到現在的話 他現在就可以跟著我們 我們吃素 他們就跟我吃素 然後他回去陪我公公婆婆 他就跟著他吃婚的 然後可是我 我是真的是 接受這件事情了 我接受現在當下的姻緣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接受 我不代表我放棄 可是我還是有努力在做功課 因為我覺得我是沒有得恨的人 我度不了他 我度不了我最旁邊最親近的人 可是我還是希望活菩薩 還是希望借助活菩薩來幫我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放棄 我真的沒有放棄 我還是繼續在努力的做功課 努力的求懺悔 然後 希望有一天 他真的可以 我一直跟菩薩講說 我沒有期待 他說一定要跟我來極光市 可是我期待 他可以吃素跟念佛這兩件事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還在努力 所以對於接受這件事情 我覺得 覺得心裡如果是接受了 其實他的彈性是很大的 我們的心也是會變得比較寬的 然後會很多方式方法出來 讓我們可以去更適應 然後找到更多對的方式來 然後 我覺得還有接受這件事情 對於孩子 我有一個朋友他跟我分享說 他說 我每次都被我那個女兒氣得快死掉了 然後呢 他喔 就是我講什麼 他就不接受什麼 我說這樣 他就要那樣 然後我那個兒子 人家都不會 人家我那個兒子 他我說什麼 他就做什麼 然後呢 他就 我可以給他什麼 他就給我什麼 然後就很聽我的話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 然後我跟他講說 你跟我以前很像 你知道嗎 以前 我也完全看不 我也覺得沒辦法去接受我女兒 因為我女兒的個性很強勢 很自主性很強 然後呢 我也覺得說 你為什麼都要按照你的方式 然後 然後 我們講的方式 你為什麼都不接受 可是你看喔 我們要人家接受喔 可是我不接受人家喔 所以我們兩個就常常會起爭執 甚至呢 甚至我就跟那個 我朋友說 我們都希望 孩子活成 我們要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不能去接受 他不是那個樣子 不是我們所 他要成長的那個樣子 我們要求他 出去要怎麼樣啊 怎麼樣怎麼樣啊 然後在家裡要怎麼樣啊 要不能懶惰啦 懈怠啦 什麼的這樣子 我們一直會要求他這個樣子 可是我們都忘了說說 孩子 他有自主的 他有想自己掌握生命 他想做什麼 他也想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去安排他自己 可是我們看到的就是 他跟我們不一樣的 所以我不能去接受他 甚至有以前 他們放寒暑假的時候 回來 回來回來的時候 然後我就覺得說 你們怎麼每天都那麼 每天都睡到那麼晚 都睡到快12點 你們真的是很難費生命 然後就開始 看不慣這個 看不慣那個 什麼都看不慣 因為我覺得 他沒有活成我要的樣子 我要的樣子就是說 你雖然是放假了 你們還是要按照你們的 生活來 然後又有目標 又有什麼 可是我們都忘了 他們 我後來調整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發現他在外面 他很努力 很努力很努力的 做他們應該要做的 很努力很努力的 過他們的日子 過他們的生活 很努力的來聘他們的功課 他回來他們想放鬆 他們想休息 我後來才體會到 原來一個家 他如果沒有給他這個 可以讓他很放心 安心 可以這麼自主的 做自己的話 我想這個家 也留不住這個孩子 所以後來我才一直 才在改變說 對 我不應該 我應該每次拿我自己的標準 拿我自己的要求 去要求他們活成我要的樣子 這是我這幾年 對於接受這件事情 還有接受孩子面對困境的時候 我也接受當下 他沒辦法轉開 他沒辦法不執著 我也接受 然後可是接受不代表 他現在永遠永遠就是會這個樣子 我只是接受他現在當下 可是不代表他以後還是會這個樣子 所以我現在一直在用時間 用時間在等待 用我努力做功課來幫他 來輔助他 然後 這是我這幾年的一個心態 一個過程 我發現我是真的 鬆了很多 真的煩惱也會比較少一點點 因為 真的想清楚了 你再怎麼煩惱 你再怎麼那個樣子 你只是痛苦而已 你又能夠改變什麼 所以我是這幾年這樣 慢慢慢慢的 然後慢慢慢慢的 把自己 所有那個比較執著的那一點 然後慢慢慢慢的把它放下來 還有關於我學佛之後 我身體的變化呢 我覺得我對他的身體的變化 我自己其實也很不清楚 為什麼我每次來參加法會 然後參加法會的時候 我第一天朝勤還好 第二天就開始不舒服了 然後第三天呢 我就真的很想回家了 因為那個 那個讓我非常的非常的不舒服 非常非常的痛苦 就是因為 我開始 我的膝蓋 我的腳 我的腰 我都沒辦法撐 我都撐不住了 我真的很痛 痛到我真的想 想哭 然後每次都想 回去了 我想要保護我看一看 要回來 為什麼會這麼痛 為什麼會這麼苦 為什麼會這麼辛苦這樣子 然後加上 我晚上其實來試飲 我都沒辦法睡 然後到後來 再一直一直這樣 可是每一次都會這樣想 每一次到第三天 我就想回家了 我真的很想回家了 可是我還是忍下來了 一直忍到 也八九年了吧 我還是沒有回去 然後呢 直到去年的 我們第一次精進佛期 的第六天的下午 精進佛期 其實那幾天 一到六天 我跟你講真的是 我覺得我是在地獄啦 我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我真的撐不住了 我真的每次都說我 胡哨我真的撐不住了 然後睡也沒辦法睡 然後腰啊 腳啊膝蓋 你知道我拜佛 我拜佛是你們可能 就一個墊子嘛 就是一個大的一個小的 可是我拜佛呢 我是 我曾經拜到呢 四塊 就是三塊大的 上面一塊小的 所以四成 我要用這種方式拜 我才有辦法把它撐得起來 那是痛到 痛到真的是 你沒辦法用言語下去形容 那種痛真的是 你沒辦法 沒辦法形容 可是我還是 硬把它撐下來了 直到那個 第六天的下午 突然 突然整個身體 刷 那種感覺就 然後整個人身體就變輕了 然後突然就覺得 膝蓋跟腰不痛了 真的不痛了 奇怪怎麼會變成很輕 然後我就開始 開始一直想 一直回想說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我的身體會突然變成這個樣子 變成是很輕的 以前是身體非常重的 重讓我自己都受不了 可是現在變成很輕很輕 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 這本來是我自己的身體嗎 這是我本來的身體嗎 還是 所以我發現 原來是 原來是 應該想說 葉是消了 應該想說葉消了 然後 為什麼會消 那我發現 我發現 那時候我就跟他想 好吧 要死就讓他死了 那時候我跟他說 好吧 要死就讓他死 昏沉到快死掉了 然後想睡 想睡睡到 真的你不睡 你知道那個想睡到 那個你頭一低 你就可以馬上睡著了 一拜 你就可以想說 就這麼拜著不要起來 那時候真的痛苦到這樣子 所以 我想說 好吧 那如果真的 會死 那就死好了這樣子 欸 發現之後 我整個人就變輕了 從那一次到現在 我就可以 變成我可以拜佛了 以前我不喜歡拜佛 因為我只要拜二三十下 我的膝蓋就開始痛 然後就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我非常 應該講說 討厭拜佛 不只是不喜歡而已 是討厭 因為我覺得 每次拜佛 我人就非常的不舒服 腳就非常的不舒服 就開始痛 然後 直到那一次之後 我發現 欸 拜佛對我來想 是 很輕鬆的事情 拜佛來講的話 欸 發現我可以拜 然後我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每天差不多 兩百拜到三百拜 每天規定自己就是兩百到三百 以前是二十拜 就差不多了 現在可以拜 兩百到三百 然後可是呢 可是從 有一次從六月 六月的時候呢 突然 我的腰呢 就突然 欸 沒辦法做 也沒辦法 站 也沒辦法走 然後痛到呢 我都要吃 紫痛藥 我連續吃了 三個月的紫痛藥 然後 也還沒有好 可是 醫生都說 你不要再吃了 可是我覺得說 我不吃我心臟會受不了 因為痛起來 我的心臟就會受不了 可是直到 直到我說好 那我就 我就為了我自己 我每天 就是七部地藏經 我七部地藏經 然後送 七部地藏經的時候 送一個禮拜之後 我發現 我就心裡覺得說 喔 應該 可以了 藥可以停了 然後 我就真的 就把藥停了 我就沒有再吃 紫痛藥了 可是那個 痛還是沒有 沒有 沒有說完全好 還是會痛 可是可以讓我不吃紫痛藥 可以 可以做事 可以什麼 直到 直到我就一直去做治療 然後我發現 喔真的是 如果是業障的話 那該還了還是得還 所以 直到 直到 我就下定決心 好 我有空我就在家 拜兩部水燦 然後跪著拜 然後拜 就送兩部地藏經 直到現在 因為我現在 我覺得我現在 也是面臨到 我自己身體一個關卡 然後 我的孩子一個關卡 所以我發願 為他們 帶他們 一起來拜 然後我之前 就是送地藏經 拜佛 可是我覺得 一直覺得說 我送地藏經 我拜佛 其實我不是很了解 那個 經文的那個意義 然後 我想 如果 我們要修正我們自己的話 是不是水燦裡面內容的話 那我會很清楚 我 我們犯什麼錯 我們要從哪裡去修正 哪裡去改變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 好 那我發願 帶你們 來拜水燦 我們一起來了解 經文 然後我一直跟他講說 真的 佛經上一直講說 人生難得 佛法難聞 我一直跟他們講說 我今世真的有 胡報因緣 可以得聞佛法 來到師父這邊 跟著師父學佛 然後跟著大家共修 真的 我真的很祈求 諸佛菩薩 勸解他們 我也真的一直很 懇求他們 來跟我修行 因為我覺得我們 走修行這條路 最大的願 也就是說 希望對方 能夠跟著我們 一起來走 修行這條路 然後我們一起 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然後我的信念 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一直跟他們講說 真的真的 請你們 請你們一定要來 跟著我共修 一起來了解經文 因為了解經文之後 我們才有 不造惡的機會 我們了解之後 我們去修正我們自己 我說 我有修正自己的話 我們才有 因為不造惡 其實是比那個 宵夜還更好 因為我們就是 做了太多太多的業 然後不知道做了 做了太多太多 真的是 傷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我是真的很 祈求他們 真的希望大家 真的願意 願意 願意來跟著我一起 共修 來跟著我一起 學佛 一起走修行這條路 然後真的願意 發願到阿彌陀佛那邊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 要自己願意 如果自己真的 不願意的話 誰也幫不了你 好 那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 謝謝